手尔最近正在闹阿朴 动听闹的还有点大 这个女人就是一只阿朴 但是三甜甜 她还是个活生生的妹子 她在网上淘了个二手衣柜 卖家是个眼镜 看起来挺斯文 她跟着眼镜来到家里 脱了鞋便去看食物 这衣柜很棒 她有点爱不适合 但忽然镜子里眼睛笑得很嘴 她被吓到 这男的怕不是个变态老六 她慌忙换好鞋就跑了出去 但钱已经复了 隔天衣柜就到货了 大小刚刚好 但是这门却总是无端开启 她叹息一口气 也没过多在意 但是晚上怪事发生了 被子无风自动 裸露的脚让她感到一股凉意 睁眼一看 一只手正在游走 不不是一只 是很多只 她吓得花蓉失色 还好是一场梦 她深吸两口气 但衣柜的门又开了 她壮着胆子走向衣柜 看头探脑 却什么也没发现 隔天 她挂了个开工箱囊 本想好好睡一觉 但半夜又被拉进被难 她尖叫着一股路坐起身 拿起手机照着照 似乎还是梦 但她明显不放心 起身拿起菜刀 扶身就往床下看 床底空无一物 但衣柜传来吱吱声 柜门开了 箱囊碎了 她强压恐惧 打开衣柜 这次找的比较仔细 果然好像有诡异 里面竟然有鸭子 是那个卖下眼睛 她拿着菜刀一顿刺 成功挣脱魔杖 但摔倒在地上 又被一把托住 她尖叫着一通 全打掉地上 眼睛被踹飞 她慌忙捡起尖刀 本身就是乱字 眼睛很快没了动静 但数秒过后 眼睛竟然没死 还笑得很兴奋 她彻底慌了 捡起手机 就躲进了卫生间 她抵着卫生间的门 外面在疯狂叫嚣 她拿着手机 刚拨完摇摇二 一把尖刀就插了键 她被吓得一击领 变客后 传来开门的动静 对方似乎走了 她壮着胆子开了门 看了看四周 终于重重地输了一口气 此时的她 还感觉双脚无力 一屁股坐在床上 还在惊魂未定 但床底 不然镜片反光 她终究没能逃空魔杖 而负责抛尸的是这个老六 但在半路 老六遇到了一头路 对方优优独播剧场上